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師兄 阿楓, 伯母 師兄 我在羅湖送完車, 就趕到學校 誰知已經不見了余柏 我打電話就關機了 回來的時候只剩下這張紙條 阿楓姐, 我們可不可以報警? 阿柏不是小朋友, 他只是剛失去了聯絡 他還留了字條, 我想警方不會受理 那怎麼辦?會不會去做傻事? 阿柏的房間在哪裡?可能會有線索 阿柏的房間在哪裡? 在這邊 阿姨, 你應該最清楚了 阿柏有沒有不見到什麼衣服的衣服? 他的大手提袋不見了 還有幾件平時他最喜歡穿的衣服 也不見了? 看來阿柏不是自殺 如果做傻事的話, 他不會拿這麼多東西走 他的證件有沒有不見? 他的護照和迴鄉證都是我們保留的 所以在房間 就是說他還在香港 看來他只是想走開一下散心 你們不要太擔心 對了, 最近有沒有發覺他有什麼不合? 沒什麼特別, 不過經常沒精神 有時睡足一整天, 都說很睏 又沒去口吃東西 他一定是因為放綁, 所以壓力大 是呀 余風, 還有半寶還沒收拾 對呀 他買了一部手機? 他明明說不見了 對呀, 你還送了一部新的給他 那…他豈不是騙我們? 除了賣電話之外 他有沒有找過你們來拿錢? 有呀, 他說他要跟別人合併 要租併併房 上期加上按金, 每個人要二千元 所以我就給了二千元給他 他也是這樣跟我說的 他也是說要租併併房 我也給了他二千元 他還叫我不要跟你們說 怕你們說他大洗 他有沒有信用卡, 有沒有儲錢集房 沒有信用卡 平時過年利是錢, 他就存在銀行 應該加上幾千元 我們可以看看他的銀行銀行表達 了解一下他的財政狀況 對了, 今天收到銀行信 我們一起看看 好, 阿楓, 拿之前的銀行表達出來 好… 就是這封嗎? 拿在這裡 這是今天的證明 他差不多每天按二、三百元 還要按越多, 到最後按了 他要這麼多錢, 要去哪裡呢? 早餐、晚餐一邊吃, 三塊鞋向我們買 又不聽見他說什麼有女朋友 拍拖之類的事 沒有, 阿楓, 上個月間 應該在這裡了 五月與頭都很正常的 這種規律性的提款 在五月中開始 提款還與女朋友 師兄, 你要我們拿出銀行證明 你是不是想到什麼呢? 希望不是我想到那樣 不要緊, 你說吧 我懷疑阿柏有濫藥的習慣 不會, 沒可能 怎麼會弄成這樣? 這麼濫藥, 怎麼沒可能呢? 我之前參加過一個 關於青少年濫藥的研討會 專家也提過青少年濫藥的跡象 會問身給別人拿錢 沒有精神、沒有胃口 跟阿柏的情況很相似 是誰? 或者他欠人錢 又可能他被人騙錢 他一定不會濫藥的 這些規律性的提款 很可能用來買毒品 他越禁越多 顯示他毒癮有加深的跡象 不會的, 魚匹是不會濫藥的 糟了, 我們應該怎麼做? 大家冷靜點 這個只不過是我的推測 就算真的濫藥的話 應該不是開始很久的 現在最重要是找到他的人 伯母, 你知不知道他最近 還會群藥什麼人? 追求學校放假, 他就去合群藥 當然是合群藥的人, 把他帶壞 我都說了, 真好, 怎麼搞去合群藥 不是阿柏上次酒吧那群藥人? 是 有沒有他們電話? 沒有 那你知不知道藥藥在哪裡? 魚柏說過的 是九龍灣的柏基工廠大廈 伯母, 你會不會有阿柏的朋友 或者同學的電話? 沒有, 朋友什麼同學 你全都不認識 剛才找過又找不到什麼電話簿 好, 最糟糕就是我們 平時沒有留意他會群藥什麼人 這樣吧 伯母, 不要急如亂 阿柏已經畢業了 應該會有些同學錄或者紀念冊 你會不會有些電郵電話 伯母, 伯母, 你查一下 如果找到一個同學, 可以找到其他 我們試試 阿楓, 我們去查看冰箱 有什麼事, 電話聯絡 好… 師兄, 不如再找找找吧 С馮, 下來一起走 阿楓, 連勞教也在問 這座大廈根本沒有14樓 魚柏明明是是柏基工廠大廈14047 你要你冷靜一點 再想想, 會不會記錯地址 不是記錯 我根本就是沒有這個冰房 我當天問余柏冰房的地址 他吞吞吐吐的,我應該早就猜到 他是想問我拿錢 所以才隨便把地址送出來 先喝一口水 謝謝 他真的沒用,但弟弟又不見了 爸爸之前不見過嗎 他之前不見過一次 他不見了是因為我 他的腳弄成這樣也是因為我 那時候如果只有五歲而已 媽媽去了買菜,叫我在家裡看著弟弟 但我帶了弟弟去公園玩 爸爸,我自己餵食,我想去買雪條 我叫弟弟在這裡等我,不要走 誰知道回來就不見了他 余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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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最後都能找到阿伯嗎? 是,能找到 是,能找到阿伯,不過是幾十天之後 余柏的情況就像支持一宗案件一樣 就是上海街,蔣文豪失蹤那一宗 還是有一個益子誠狂的女人 在公園抱走了余柏 他只會用鐵蛋走來幫他擦擦 我們找到余柏的時候 他的腳已經傷了 因為沒有及時處理 之後變成長短腳 我平時記得柏柏走路也很正常 你別這麼內疚吧 他平時走路是沒什麼 很晚,但他一跑步就會踩踩踩踩踩踩 年輕時很喜歡跑步 他說他長大想做一個運動員 但那次之後他… 他這個願望永遠不會再實現 他的失蹤是意外,不關你的事 不關我的事 是因為我餵食所以不見了弟弟 我還怕被爸爸罵 所以我嚇壞了一個謊話 我說是弟弟很想吃雪條 在爸爸的心目中我是一個很乖的女兒 在老師的心目中我是一個無犯生 但其實我一點也不願意 我不想爸爸的擔心 我弟弟很照顧余柏 但我給了他太大壓力 我逼得他太緊,嫁到現在他濫藥 你別這麼傻了,你怎麼逼得他太緊 你是關心他,緊張他 他不止一次說想讀Ivy 我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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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他讀大學 我刻刻刻刻刻刻為他好 但其實我是想贖罪 我希望他可以做到一個大學生 那我良心就可以好過一點 我真的很自私 現在什麼事數都沒有了 我不知道怎麼辦 算了 你別這麼擔心,不如回去休息一下 說不定阿柏冷靜完之後 明天他回家吧 沒事的 好,師兄 阿楓 阿楓,伯母、伯母有沒有拍消息? 他們找到余柏館同學錄 有關的人都聯絡過了 不過始終找不到他 我這麼想起 而且我們上次去酒吧支持阿柏的時候 他好像說過他去Bang有Sam 認識Gary 才會在Gary的酒吧裡辦演出 應該是Gary有Sam的電話 對 既然Gary認識Sam 我明天陪你去酒吧玩Gary 拿Sam的電話 好 我跟Sam不太熟 不過朋友見到他出演出之後 就覺得他不錯 所以就叫他一起玩 拿Sam的電話 謝謝Gary 不用客氣 你們慢慢吧,我再去 我先去看看 喂 Sam 我是 我是康圓發的姐姐 余柏現在在哪裡? 我…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我不舒服 你現在做了什麼? 我在睡著 這件事很重要,我要立刻見你 我真的很不舒服 不如第一,等我精神一點吧 不行,我現在立刻要見你 你在哪裡? 好吧,我來到官風台18號 好,我立刻來,你等我 怎麼樣? Sam的聲音好像興奮了 我猜余柏和他一起拍照 看來這個Sam家經不錯 你好,我們是Sam的朋友 請進來 少爺,他在裡面等你們 好嗎? 阿Sam,我弟弟在哪裡? 真的不知道 師兄拍的真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暈 你是頭暈還是剃夜? 你說什麼?當然沒有剃夜 我弟弟很乖,你幹嘛要教他? 好,你說什麼?你冷靜點 你剃夜就算了,你幹嘛要教我弟弟 我要找我弟弟去哪裡? 我沒有剃夜,你冷靜點 冷靜點 我知道了,余柏一定在上面剃夜 我要上去找他 余柏不在上面 我要見你爸爸媽媽 我要告訴他,你濫藥 你不能去 我就是他爸爸 我的兒子是絕對不會吸毒的 楊官 我們見過嗎? 是,之前在法庭見過 有個小妹妹錄親手的個案子 好,我們是一名社的陳文幹事 我叫思逸謙,康如鋒 爸爸,康小姐是我朋友余柏的姐姐 好的 康小姐,我比我兒子很信 她也很清楚知道毒品不能碰 她沒有精神是因為這兩天 她真的病了 我今早還送她去看醫生 不好意思,楊官 因為早兩天我看到Sam 和余柏在樓下吵架 好,我以為余柏在裙上的壞人 可能會吸毒 康小姐,我也明白的 家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 家裡的人一定很擔心,對吧? 不過你不用不擔心 最重要是先找來射到,好嗎? Sam,把你知道所有的事 清清楚楚都告訴我們 其實這幾個月來 我都覺得余柏有點不妥 這是我的一回事 這個手用來射到我 你為什麼沒收到一陣子 我都覺得我會打開 都知道我會打開 對,我說我會打開 又不是這個手用來射到我 對,我覺得這給你打開 再啦,我去玩一陣子 也不會打開 對,你打開 玩而已, 其他事不用顧慮 當初大家說對音樂有興趣 才合這隊樂隊 你猜是只有你自己生活, 我們沒有 阿聰最近要趕功課 但他每次放假自己上來合作 他和Thomas每晚放了工 連飯都不吃就上來亂玩 這叫尊重 現在幹什麼? 好, 我不認真 這麼滿有我玩 那你不敢走嗎? 劉伯 大家好… 好, 女友, 拍戲了 出座了, 聖記 隔了兩天, 我們再合作樂隊 阿劉伯也有來, 但他好像很不妥 合作樂隊後, Thomas見我和阿劉伯 面左左, 就提議一起去吃火鍋 但是阿劉伯無論如何都不肯去 我覺得有點不妥 所以就跟著他, 看看他搞什麼 Cathy哥 你還好嗎? 你是不是玩了? 你想幫拖嗎? 你幫拖 Cathy? 你幹嘛在這裡? 你跟蹤了嗎? 我們在這種地方 剛才那是什麼? 你很煩 啪, 上次在冰箱看著你把東西拿出來 你是不是賣K的?拿出來 我何時不斷你來? 啪, 魚啪 剛才哥哥問買K給你這個宅家 你為什麼要去拿東西? 你這樣算怎樣?你跟蹤我嗎? 你這樣隨時被他打 魚啪, 你醒醒了, 老公 你真的很不妥, 你知道嗎? 什麼?上冰箱你也沒心思考試 你整個人都失魂了 但是你說不玩吧, 你別管我行不行? 你聰明, 你有錢, 在港大獨落 以後是楊律師, 但我不跟你 我也不懂得輸給你 那又怎樣?我那是朋友來的 你明天你只會害了自己 我不想你走這條路 你別管我, 你別擅長我 要不然就連朋友都不能做 阿柏 作為朋友的, 你不聽我也沒辦法 那天魚啪說是因為合班的事 跟Sam吵架, 我完全沒有懷疑過 我一直以為自己很關心 很了解我弟弟 他問我拿錢租班房 我沒問清楚他已經給他錢 他還替他瞞著他父母 原來他有濫藥的習慣 我真是笨, 我這樣也無法發現 你沒想到嗎? 其實這間樂隊房是我和Thomas合併租的 魚啪之後才加入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收過他一毛錢 你別怪自己 他有心瞞著你的話 你怎麼細心都不會知道 是, 其實我之前也有想過和柏家姐你說的 但又好像爆了魚啪的私隱 所以令我最近都很憤怒 Sam, 你別這麼說 魚啪有你這麼好的朋友 我應該謝謝你才對 對了, 那間酒店叫什麼名字? 那個賊家又怎麼樣? 那間酒店叫Nova酒店 打擾了你們這麼久, 我們還是先走了 打擾了 Happy哥去哪裡? 哪位?找Happy哥? 我問你Happy哥去哪裡?他在哪裡? 阿楓, 你留意一點 你不要這種程序找些賊家 不如這樣, 你在外面等 我去找Happy哥問問他 阿帕這件事有沒有找到他? 他在那裡 阿楓 阿楓 你這個壞蛋, 賣毒品害人 美女, 不要騙我 我們知道你是Happy哥, 我們不是警察 我們只想知道康兒拍這兩天 你沒有找那個連買K仔 也不知道你是說甚麼 走開吧 你別走 滾開 阿楓, 你沒事吧 你別走 阿楓, 你別走 你別以為不敢打擾女人 你別動手 沒有, 我不動, 陪你動手 別動手 別動手 我會不會動手 阿楓, 放得了 後宮已經下來了 你們先在這裡等著 簽名就行了 就行了,謝謝你 麻煩你,Sir 師兄,對不起,我待會陪你去醫院 不用了,我做運動的 讓一點點乙傷沒事 一天都是我不好,雖然衝動 想都沒想就衝進去 為了家人,緊張一點也很正常 幸好楊冠你打給我 叫我找人去酒店 要不然也抓不到Happy 我也是做回應份的事 楊冠,原來是你叫警察幫忙嗎? 真的謝謝你 多謝你幫忙,我們才沒事 我做了一點點的事 其實是這位素毒組的黃警司 他反應迅速 我們在Happy身上找到K仔 他已經承認了販賣毒品 那有沒有弟弟康如柏的消息? 他認了有賣過K仔給康如柏 但是他說康如柏這個星期 都沒來過買貨,不知道他在哪裡 不如這樣 你把弟弟的資料留給黃警司 黃警司已經吩咐了他環頭的同事 看完這間Lofa Pub 如果你弟弟一出現,他們就知道了 好 不過,始終涉及刑事的事 都是交給警方處理好一點的 千萬不要再有下次了 不會的,真的謝謝你們 不用客氣,楊冠,我送你 好,再見… 再見 楊冠叫警察幫忙留野魚拍的消息 我不回來煮了,我想到處找找 媽媽,你和爸爸也別這麼擔心 媽媽,早點睡吧,好吧,再見 阿姨阿婆怎麼樣? 他們這兩天所有的親戚朋友都問暈了 不過始終沒有愈發的消息 你累了,我送你回去吧 我回去也睡不著了 我想廁所圍繞一下,看看是否看到弟弟 這麼晚還繞到哪裡 這樣繞來繞去就省時間 我知道 但我心裡現在很暖 我真的很想廁所圍繞一下 既然你這麼堅持 我帶你去一個也可以繞去 或者可以休息的地方 師兄, 為何你帶我坐巴士? 魯Sir曾經帶過我來 他說有甚麼煩惱的時候 一上到巴士, 見到街上無人眾生 很多問題都有答案 街上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 有些剛剛發生, 有些很久之前的事 每個人的經歷都很不一樣 你說得很對 我和弟弟真的經歷了很多事情 我家裡有一條斜坡 我和弟弟以前很喜歡鬥快跑 看看誰可以最快跑到上去 通常都是我弟弟贏 我記得小學那時候 我參加一個運動會, 我贏了亞軍 那時候我第一時間很想和弟弟分享 怎料我看見我弟弟在台上很不開心 從那一刻開始, 我已經沒有再跑步 只要看見我弟弟開心 他想要甚麼我也無所謂 親情這件事是董盛以來最渴望擁有 但從未接觸過 可貴之處是你會不計回報 付出和犧牲 拜託很快 楊姐, 我現在 latte 你沒事吧?你生氣時 miracule 我不見了我的弟弟 我看見他在一個黑漫漫的屋子裡 他在讀癮法作,他點來點去 他叫姐姐救命,他叫我幫他 沒事的,你只是做夢吧 不是,是真的 當年我弟弟有事,我也是做夢 他也是叫姐姐救命的 你經常想這些事,才會發這些噩夢 你別亂想 醫生說我弟弟被人拐走了那段時間 受了很大的傷害 導致他創傷後為證 那年的暑假,爸爸媽媽就放下所有的工作 帶我和弟弟去海灘玩 爸爸說要教弟弟做飛魚 真的很神奇,弟弟在水裡 好像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腳傷 那次是出事之後 我第一次看到弟弟笑 那個暑假是人生最開心的時光 接著每一年的暑假 爸爸媽媽就會帶我們去海灘玩 不過因為現在長大了,過有過往 所以我沒有再去 那個海灘在哪裡? 西貢 請問你有沒有見過這個男生? 沒有… 謝謝你 你有沒有見過這個男生? 沒有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你有沒有見過照片裡的男生? 他高高瘦瘦的 不要… 阿楓,可以再走前一點看嗎? 他媽媽 弟弟 Coco 姐姐,你嚇死姐姐 姐姐,我沒用 我好痛,你幫我 我沒事的,姐姐一定會幫你,沒事的 魚鵬…你回來了 爸爸、媽媽,對不起 你看,臉又乾又凹,整個都下型 為什麼你會吃棋子?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很傷身體 對不起,沒錯,我沒用,只會逃避 我考完試之後,已經知道自己考得很差 一定比去年更差 根本不會有大學肯收我 但爸爸、媽媽、姐姐,你給我很大期望 我很多很大壓力,我不想去面對 我之後為了減壓,去了機店打遊戲 送回一些舊同學,他們帶了我到酒吧 還叫我和他們一起搓機 他們說搓一點不會上癮我 還說我可以忘記所有的煩惱 之後我很快上癮,就連在家裡也要搓 那天我鎖了門,媽媽,你不斷敲門 我不是很久才開門嗎? 其實我剛剛鎖完機器 我還差勁騙你們說不見了手機 其實我拿了去賣,拿錢來買機器 到了放榜那天,奇蹟鬼也沒有出現 我真的考得很差 是嗎?我覺得很對不起你們 讀不成書還學人剔刺 所以我決定,我一定要戒了毒 才反見你們 你那天只留下字條就走了 我們以為你會做傻事 我沒有勇氣做傻事 我只去回當年我們一家人去過那個海灘 你們記得當時是我們一家人最開心的時光 我記得你們用關懷替我療傷 我才能治療得這麼快 所以我這次去那個海灘 我只是想憑我的意志去撕掉毒癮 但始終失敗了 有什麼重要?最重要是平平安安回到你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一家人面對問題 比你一個胡思亂想更好 沒什麼問題是不可以一家齊解決的 幸好阿柏的毒癮不尊心 未來觸心狠 弟弟,你放心,我們一定會幫你 你不會自己一個人面對的 魚鋒,你這袋零食送給魚柏 希望他可以快點戒掉毒癮 我買了一本書送給他 這本書是教人怎麼放鬆自己的 希望可以幫到他 謝謝你們 魚柏知道之後一定會很開心 不用客氣 別客氣了 不好意思,我都沒有準備什麼給我拍 師兄,你別這麼說 這段時間你不斷陪我噴噴噴噴 我還沒謝謝你 別傻了,你家裡發生這麼困難 當然能幫到多少都可以 如果基神和洗肌精有什麼事 我一定會幫忙 閉嘴,師兄幹嘛揍我們 我楊子基絕對不會剔東西 剔東西會尿頻的 一個小時會幾次去洗手間 很可憐 很噁心,不過我也是 對毒品我一定會說不定 魚柏,我介紹的那位朱世公 聯絡了你們嗎? 聯絡了,他轉介了我弟弟去看醫生 現在每個星期都會看一次 好,經一事長一致 魚柏以後做事會成熟一點 希望是,謝謝你,魯Sir 這次真是多謝楊冠 他很熱心,否則有他幫忙 阿柏這件事也不能圓滿解決 我已經打電話多謝楊冠了 接下來魚柏精神好一點 我就會叫你親子上去謝謝他 順便向Sam說個抱歉 我也想多謝楊冠 阿柏,你去他說,記得叫我 好 慈無慈仰 過來幫忙,這麼多事說 復工這家事我不懂 最多待會兒幫你掃地 只是掃地?你真的沒什麼貢獻 什麼沒貢獻? 阿柏,我搬去那時候 帶著阿嬤做個一鍋陳年老水 現在正在擁有牛腱 待會兒躺起身看球 牛腱加樂隊就很棒 看來我這個相伴,別選錯 誰上來? 應該是Vinci 他今早打給我,我要拿回證書 我回去開門,謝謝你 你好,Vinci 你好,不好意思,打擾了 阻不阻礙你們? 不阻礙 師兄,我去外賣花生薯片 待會兒看球吃 來… 再見 坐 為什麼有鑰匙也不自己開門? 那按門鐘比較好 其實我今天除了來拿東西之外 還是順便還一條鑰匙給你 在繞木嗎? 是,Jason現在住在書房 我打算把書架放在房間裡 很香滷水味 Jason正在錄影,他說看球,送啤酒 看來我不在這段日子 你也覺得挺自在 人的適應力也挺強的 對了,你和Marcus怎麼樣? 不錯,我們也挺合適的 Roger也很放心 他就把旁邊的隊伍交給他看 我也多點時間休息 那就好了 你呢?你和余豐呢? 我和阿豐不像以前一樣 仍然很合適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我先走了 我送你 來 算你了,沒忘本 總之,接下來公司有兩個可以幫我 我真的可以計劃一下 這次放大假去哪裡玩 很好吃 Jason,原來你煮食這麼厲害嗎? Jason是新好男人 可以進廚房,可以出廳 你們這樣稱讚我,真是有點不好意思 你這麼厚,皮背不好意思嗎? 不過我真的挺值得稱讚的 牛煎很好吃 肯定好吃的 我昨晚看球,一直說意大利… 噴到一整晚口水進去,入味了 不是吧?真是假的? 當然是假的 牛煎是用阿嬤做的陳年滷水老的 隔了一晚更入味,肯定好吃的 魯Sir,我做了牛煎,過來一起吃 我先倒杯飲品 好,Jason搬出來廚之後 除了有這個老闆牛煎吃之外 還有一個好處 他以前上門正機收三百 現在不當上門,只收一百 我省多少 你畢竟是師兄的後備見室友 不好意思收錢 你現在吃牛煎都是我付錢買的 如果我沒錢 你也不用自己吃到第二次 那收錢應該是正確的,數歸數嘛 小姐,有什麼可以幫你? 小姐,我想找回我和武義父的哥哥 我是康姑娘,我是這裡的陳文幹事 怎麼稱呼你?我姓林,叫林奕謙 我想找回的哥哥,他叫施奕謙 林小姐,我是這裡的組長,魯文迪 你不介意我們進去談話室才談? 好 阿楓、阿謙,一起進來吧 林小姐,除了你哥哥的名字之外 你還有其他關於他的資料嗎? 例如他的年齡,你以前住過哪一區 甚至乎他身體的特徵 其實我不太知道我哥哥的樣子 我和爸爸媽媽一直住在加拿大 這次是我第一次因為要找我哥哥 所以才來香港 不如說說你們家裡的事給我們聽 尤其是你爸爸和媽媽 我媽媽一直住在香港 直至他認識了我爸爸 我爸爸是加拿大華僑 他叫林國章,在國標界開小餐館 有一次爸爸來了香港 認識當時當知客的媽媽 他們就在加拿大那裡結婚,定居 我記得我媽媽那時候應該是二十四歲 你媽媽離開香港的時候 你哥哥是不是出生了? 是的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你媽媽叫什麼名字? 他叫施傑賀 誰是傑,誰是賀? 傑是結婚的傑,賀業的賀 是你媽媽叫你回來找哥哥的? 不是 那你怎麼知道你哥哥的存在呢? 我爸爸他在兩年前過世 所以媽媽近這半年身體都很差 常常睡覺半夜都會哭醒 常常叫逆謙逆謙,我以為他叫我 怎料有一晚我聽到他一句 含糊糊的說我的乖子 我就開始有點懷疑 後來媽媽就把雜物和文件交給我保管 裡面有一本是上了鎖的日記 我看完之後才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另一個逆謙 而這是媽媽的兒子 那你媽媽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住在租的服務室 本來我今天也想帶她上來 但是因為她的身體不太好 所以我打算自己一個來了解 我報了教練,九月開學 所以我想我在這裡留一個月 就要回到加拿大那邊 林小姐,你放心 你的案子我們會著手處理 我們繼續保持聯絡 我們一有消息就會通知你 好,謝謝你們,先走了,再見 再見 再見 怎麼樣?她找那個詩易軒到底是你嗎? 姓詩又叫易軒,又不算是很普通 你們別煩易軒了 林小姐找的確確是易軒 林小姐的媽媽和易軒的媽媽 都叫做詩潔,我想大家給點時間 易軒消化一下,回家去做事 易軒,你現在是被尋者 下一步怎麼做,決定權在你手裡 好,希望你們想清楚才再做打算 好 謝謝 謝謝 天謙 媽媽,你洗手間 媽媽,你先排隊 待會回來馬上跟你玩摩天麵,好嗎 好 小朋友,只有你一個,沒空會你來嗎 我媽媽去洗手間 不如等媽媽一起玩,好嗎 好 這邊 再見 沒事 你不是走了嗎 我弟弟的事你幫了我這麼多 我現在不還,等什麼時候 我知道你沒有胃口 所以我買了朱古力餅和朱古力奶 如果你餓,拿去吃吧 謝謝 我認識你這麼久 從來沒見過你這樣的樣子 你還知道嗎?很難形容 你知道了你媽媽的消息 好像煩惱比開心多 其實有些事我不知道應不應該給你意見 你說 我覺得你媽媽很自私 我記得她扔下你之後 第二天就出警 我認識你,原來是跟了一個男人 移民去加拿大 在那邊做餐館的老闆娘 她為了自己的幸福而選擇去遺棄你 你今天生氣她 不知道應不應該見她好 其實是很正常的 這二十幾年來,我心裡有很多假設 可能媽媽已經組織了一個新家庭 生了小朋友過得很開心 但原來當真的有個同母義父的妹妹 站在面前說這麼多關於媽媽的事 我心裡很亂 我今天又不開心 有好幾次想開遊營 我相信媽媽當年丟下我 有她的苦衷 但閃入時間 我不知道用什麼態度面對她 既然你已經選擇了不怪她 那我也想不到原因去叫你不見她 你與其在這裡猶豫 倒不如去面對她 我相信你見到她之後 一定會知道怎麼做 如果你擔心的話,我陪你一起去 康姑娘,你們這麼晚上來 是不是有哥哥的消息? 是 好,進來再談吧 我哥哥怎麼樣?他現在在哪裡? Kina,其實今天我們帶來的消息 你知道了之後一定會很驚奇 我就是你找的施熱謙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做一鳴石這份工作 就是想找回媽媽施熱賀 你真的是我哥哥? 這份工作是我在一鳴石開的檔案 你可以上一鳴石檢查的 哥哥,媽媽現在在房間 我帶你進去看她 媽媽 所以我們在怎麼做的 我在這個地方 你想想找回媽媽… 我做出來了 我做出來了 然後來看會有任何東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